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最近大家都还好吗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公告啦 就是我们的第五届的信用卡观众票选 终于结束了 然后呢这次呢有700多位粉丝朋友 就是热情参与 那你们的意见呢我在后台都已经收集完毕了 所以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就是要开始来进行我们一连串的公告了 就是我们的票选排行榜呢 就一一的每一周跟大家就是分享那个结果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进来看了 好那今天的主题呢 最主要讲的是最美的信用卡卡面 好这个投票结果揭晓了 那一开始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大家观众的这个基本属性跟资料 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前五名 好然后我们的名次公告之后呢 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 每个人写下来的心得感言 我相信这个是蛮有趣的 所以你们之前有看过或有参加过前面四届的 你们应该都会知道说 其实大家的回答都蛮有趣的 尤其是那种最草厌的银行啊 然后最稠陋的信用卡之类的 然后都很好玩 好那事彼此我们就开始 那这一次呢基本资料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大概男性跟女性 比起来女性略多一点点 那事实上大概是1比1 好那年龄的部分呢 大部分都是在31到40岁居多 你可以看这个圆饼图中间 大概有一半以上呢都是31到40这个年龄 那也有稍高一点的 然后也有年纪比较轻的 好那第三个 好是大家的年收入是多少呢 好你可以看一下 大部分呢 好都是大概是50到100万左右 好的这个年收入区间了 好那最后呢 应该是持有的卡数到底是多少呢 最多人持有的应该是 差不多 11到20 然后6到10张 所以基本上 大概是6到20张左右 这个区间是持有最多的 那事实上每一年 台湾的信用卡发行的数字 都超过50张以上 所以你如果卡片只有6、7张左右的话呢 你们很有可能 都有机会可以再多半几张卡片 对银行来讲的话 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有机会可以再塞更多卡片给大家 那再来呢 这个是 用卡的资历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大概10年左右 大概都是跟着我一起成长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用了特别久的 比如说 这个 4到6年 7到9年其实也是蛮多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排行榜公布咯 我们先从第5名 依序往下公布 5、4、3、2、1这样子 好那先来看看第5名是哪一张卡片呢 好我们先讲第5名咯 是中国信托的英雄联盟信用卡 它有一个优秘卡面 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卡面蛮可爱的 尤其是有一只猫咪 好那在很多人的分享里面呢 就会说 其实这个优秘卡面啊 为什么会吸引它呢 第一个可爱 第二个呢就是 它是猫 我是猫奴 我就一定要选择这个跟猫相关的 好那不可会言就是 这个猫咪它真的是个很奇妙的生物 就是吸引到大家很多的 这个注意力跟目光 好那等一下你后 往下看那个大家的心得 你就知道了 好那这一次呢 783个人里面呢 一共有40个人选择 优秘 所以他的得票率是5.1左右 好每100个人里面呢 就5个人选择他 真的是还蛮多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呃大家的意见 好我其实把大家 呃这40个人的意见都依序把它列在这边 那么你们 我们不会每一个都念啦 但是呢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就是比较红色的地方 就是呃基本上是 大家比较会去有共鸣的地方 比如说他的设计是猫咪很可爱 喜欢猫咪造型人见人爱 或者是猫咪很可爱很漂亮 自己很喜欢猫咪之类的 优秀的猫奴什么的 所以其实都是跟猫有关的 那你看后面这边有人写到 就是猫咪可爱猫咪猫奴女儿 因为可爱有在玩这款游戏 所以特别有好感之类的 所以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猫咪的关系 所以才选择这个卡面这样子 那有讲到这个优惠的人 其实比较少一点点 比如说有人讲到网购10%非常有利 但是呢在2022年呢 他把这个网购拔掉了 所以就蛮可惜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讲这个 因为猫咪喜欢猫 可爱很萌的关系 然后才办 我发觉这一次其实有蛮多的信用卡都是 因为可爱 因为卡面非常的讨喜 所以才才办这样子 那大家才喜欢 这是蛮有趣的一点 那再来也有写到说 因为喜欢猫猫狗狗 因为猫咪我喜欢 有可爱的猫咪 然后这只猫很漂亮 然后有人说他在 雅虎老虎的这张卡片 跟Open小赵里面做很难取舍 那有猫奴就是赞 有猫就是赞 主体角色可爱 不失质感 优秘太可爱了 对不对 那大家都是因为这个是猫咪的关系 那你再来看呢 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是 中心一球联盟卡呢 有一张卡片同列 就是第五名 就是这张RGB卡片 这其实有点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怎么讲 因为RGB卡片 你刚刚看画面就会知道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就是表面是黑色 但是四周有不同的颜色的这个卡片而已 但是呢 它居然也有40个人选择 它是最好看的卡片 那就代表说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吃这种 可爱动物这一挂的 有一些是想要单纯 简单好看的 他也就觉得OK了 所以呢 这张卡片居然也有40票 那如果我们是所有中心英雄联盟卡 来一起当作是一个选项的话呢 其实它就冲定一了 因为80张票的话 基本上就是已经有10%的得票率 所以这一次因为中心英雄联盟卡 它采取的是大量的发卡 所以它至少有14、15、16张卡片的做选择 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战力给分散掉了 每个人喜欢的卡片都不一样 所以比较难去做集中 但不可会言的就是 RGB卡片其实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选项 它一样有40张的票 所以得票率为5.1% 好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就是大家为什么会选择这张卡片 每个人留的这个留言 我通通把它列上去了 你也可以在这边找一下 是不是你的留言也被选上来了 基本上有写的有留言的 我通通把它放上来 有人讲到说质感简单简约不俗气 或者是卡面设计简单优雅 简单有质感RGB好看 然后金属版面也很棒 传统却非常特别 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大家喜欢的统一的形容词 就是简单好看这样子 好那有人会觉得有点烫金的感觉 然后简层的颜色也很美 我把那个卡面放在下面 所以你在下面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刚刚我们正在讨论的这张卡片是什么 然后他也说颜色应用的光的三原色来设计出来 所以简层是有质感的 其实也是蛮漂亮的这样子 然后也有柯万峰 真的是大家很会形容 简单大方周边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中间是黑色这样子 然后也有人讲到说是红光的折射 有电竞感RGB的颜色漂亮 所以这张卡片都是 我觉得算是黑嘛 就是居然有蛮多人去选择他的 真的蛮妙的 然后有人说他喜欢简约的风格 不喜欢有太多的图案 然后有高端大气美感 这是蛮妙的 你们就参考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的是第四名 不知道你心中所想象的你最漂亮的卡片是哪一张 已经有答案了吗 我们来往下公告咯 好三二一 居然是联邦银行的幸福M卡 联邦银行的幸福M卡我觉得蛮妙的 就是他当初推出来的时候呢 他主打的就是所谓的礼物晶片卡 然后这个也是全球首创的 就是这个晶片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那他只有限量4000卡 所以他在当天上市的当天就被申请一空 然后之后只有就是普通的卡面这样子 有点可惜 但是呢如果你有抢到这种限量的卡面 他真的是很值得拿来收藏 那也是蛮不错 不过他就是只有一卡通的这个功能 那如果你要有卡的功能 他就是一般普通的晶片这样子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把这张卡片办下来收藏 那我用的最主要就是悠有卡的这个卡片的功能 那这张卡片呢选择他的有54个人 比刚刚50个再多了4个 所以他的得票率再多一点点到6.9%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这张卡片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想法 来看看 重点就是特殊晶片造型 然后呢他说用简单的图样跟色调来呈现 色调很别致 然后是很特别的礼物形状 然后也有人写到 就是全球限量就是赞 我可是四千分之一的幸运额 必须是第一名 对不对 有人说配色适当 金属色的反光是有质感的 然后配合这个联邦一行的这个金色的logo 也是很美的 再来 好那有人写到说 这个卡片的颜色非常的和谐 感觉很温馨 很柔和 就好像是一张特卡的 我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 是一个好的形容词 还是不好的形容词 因为人家说你的信用卡是一张贺卡 我觉得这听起来感觉上是有点负面 感觉上是老人的东西在用之类的 但是礼物晶片卡真的是不错 好那这边你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有不同的质感有心意 虽然说有些人他没有拿到限定的礼物晶片卡 但是呢粉粉的颜色看的也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又有人说 对于这个自动加值10% 活动到2月28号 那那个大家要把握一下机会 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 好那常用悠悠信用卡来做通勤的人 是很亲民的一个优惠活动 不过明年 不过3月1号起 还有没有这个就不知道了 目前是没有看到延长了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需要去特别注意的 那接下来呢也是很多人讲到说 有这个闪闪发亮的M条 这什么东西 好就是你看到他下面那个 那个他的卡面有一个 这也是像河流的这个画面 人家觉得说这个是要视觉M的意象 有些人说是视觉M我就说有点像河流 所以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对那也有人说卡面有点单调 但是呢这个配色是今年的卡面没有的 单纯是觉得蛮漂亮的 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 那个说M字巧妙融合在卡片里面 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那也是他这个取得最多票数的这个部分 那你随时可以把这些画面暂停 你可以去看这个每一个人分享的这个心得 这个都不一样也是蛮有趣的 所以说舒服温馨 然后卡面设计简约朴实 这个真的是好好笑 这个词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形容 这个卡面哦 我是不会觉得他很温馨的 他就是一个有点山闪发亮 蛮特别的一张卡片这样子 好讲完了第四名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公布的就是第三名了哦 第三名呢我相信 最近刚好有写过文章做过介绍 我想看了你应该会觉得不陌生 好我们就先来公告一下 好来三二一 第三名 拍子还没上去 这里 来哇 这就是华南银行的open point超级点数联名卡 这叫open小账款 这个open小账款的卡面呢 真的是蛮可爱的 你看一下 这个上面是什么 小竹轮 然后下面是open奖 所以光是这样子简约的卡面 就会掳获不少人的心了 尤其很多人都是喜欢open奖的 喜欢在小七消费的 那有人说我就是喜欢可爱卡面的 完完全全就是都中招了 那这一次呢 一共有61个人选择 它是最棒的一张卡片 就是最美的一张卡片 所以它的得票率有7.8% 支朴 就100个里面大概有接近8个人都说它很不错 所以你也选这张卡片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心得吧 吉祥物 open奖 open小将 女生看到open奖都会忍不住想来办一张 然后有人写 可爱疗愈 色调文青 手绘画风 子体 古水 这蛮特别 就是可爱的卡通卡面 其实也是大家蛮喜欢的一种卡片 所以我相信这张华南银行应该是发了不少 尤其是它在去年的12月底之前 有最高20%的回馈 这种也都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来解论一定要拿的 那再来还有人分享到卡面可爱 用心设计温暖可爱 你是open奖迷的话就会想要收藏 然后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 然后卡通人物非常的可爱 画风不错 这其实都是大家一致上的概念 那只要银行的这个产品PM去往这个方向去设计卡面 我相信就会取得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后就觉得这个卡面其实就是大家喜欢的 这也是我们2021年非常非常夯的一种style 那2022年会不会延续呢 不晓得 但大部分的话都会写说 open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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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七的这个代表吉祥物 非常的可爱这样子 好那后面这边的话也是 就是说不管是线条 配色 简约感 可爱的程度都让人很想办起来 看到宝大分享时就忍不住办下去了 真的啊 就算你没有拿到优惠好了 你卡面办下来不用成本 收着收着你也觉得开心 就放在皮甲里面拿出来看 也觉得快乐 这也是这个收集信用卡的乐趣之一 好那虽然说我没有办这张卡片 但有些人就算没有办 看了卡片可爱还是会选他 好所以这些人呢 就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去办这张卡片来 纪念用 就还不说你不见得要用 但是你还是可以放在皮甲里面之类的 好那我看一下 最后有个人写的好好笑 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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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可爱的卡片 为什么要强调那么多呢 因为我们有说最低要写20个字 所以他就飞翔一直copy pass 这是蛮有趣的 好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Open奖这张卡片就介绍到这边 因为这边就没了 这个真的是很可爱 而且非常的疗愈 看着看着就会觉得很开心 跟卡纳赫拉座的联名 这个画风真的是非常的相似 然后很好看 那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讲完了第三名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往下讲的 就是第二名啦 那第二名其实我们在去年也有做过介绍 就是国泰释华的信用卡 那到底是哪一张卡呢 我们来看看 那来公告咯 No.2 3 3 2 1 登登 哇就是这个Cube卡 这Cube卡呢 它主打的是什么优惠 很简单 就是你有三大优惠权益 然后你每天可以switch 然后可以去转换一次 那转换完之后呢 不是玩数位 或是乐享购 或者是旅行 那你只要换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指定的通路里面 拿到高额的%数回馈 3%到8%不等 那基本上最低有0.3%到1% 然后指定通路加码 有来到3%5%7%都用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张卡片 那目前呢 它的得票数也算高 有64票 它的总得票率是8.2% 就是100个人 里面有8.2个人 也会选这张卡片 你也拥有这张卡片了吗 这个卡片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logo 有点类似是纺金属的logo 那之前我侧面了解 就发现说 其实不是每一家银行的master card 都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一个特殊质感 这种特殊材质的 因为一般而言的话 就是那个 你刚刚看Open讲一样 它就是两个浅橘色跟深橘色的两个logo 就是两个圈圈这样子合在一起 那这个的话呢 是国内世瓦特别用了一些 不为人道之的deal 然后去拿到的这个logo 不然都是只有这种世界之吉卡 这种超级顶吉卡 才能够拿到这个logo 所以这个是一般人也可以享有类似顶级卡 金属质感的卡片 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 所以有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你可以就是入手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大家的一些心得 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 我把卡片放在这个下方的部分 你可以两箱比较一下 卡片非常的简单 干净 然后有立体感 有银色 所以这张卡片的最大特色就是干净 银色白色高贵感时尚 所以这就是这张卡片大家的形容词啦 那它也的确是蛮好看的 有银色跟白色 然后Messica的logo也是非常的特殊 有人说它是低调内敛 卡面的质感很好 简单又不是质感 所以大家也会用质感来形容这张卡片 所以这也是蛮妙的 白色底更加胜出 有些人不喜欢太花俏的东西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像这样子的卡片就很符合他自己的 没有过多的装饰 雾白的卡加上雾银的卡片主题 再加上闪亮的Visa logo或是Messica logo 其实都蛮好看的 那也有人讲说 如果把这张卡片跟大户 永丰大户现金回馈预期卡放在一起 黑色的Visa白色的Messica也是更显独特 所以这也是蛮蛮妙的 喜欢收集卡片的人这些都可以互相去搭配 我喜欢卡面看起来舒服耐看 而且不会眼花缭乱 这也是大家会去选择信用卡的一个评段的标准 那他最后还有什么 极简无印风格很讨喜 而且是叶子造型的图腾和呼应小树点 非常的具有这个辨识度 你有没有印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logo 他这个卡片下面这个卡片的 有点像是一个Cube 但是其实也有点像是一个树叶 所以他说如果他是树叶 我个人觉得也算是可以想象的过去 也是不错的 所以也都是跟他们自己回馈的小树点的点数 是有互相搭配 这是蛮妙的 好 那也有人讲到说 这算是一个蛮现代的风格 简约的Cube卡的立方体设计 这也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方方面面都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看完了第二名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Number One Number One 这次的第一名啊 其实我觉得 还是以这个可爱的这种style为主 毕竟我觉得年轻人吧 大家喜欢的东西不见得是那种顶级卡的那种简约的质感 最多人喜欢的还是这种卡通造型图案的 我这样子提示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那答案呢 就是 登登 Line Bank的快点卡 他有一个好友快点卡 蓝色的 蛮可爱的 这次呢 最多人选择的就是这张卡面 但因为Line Bank快点卡有五个不同的卡面 那我是每一个卡面就是一个选项 所以没有办法集合起来 如果集合起来的话 我相信他也是有机会继续拿第一名 因为其他的卡面也都是有蛮多人选择的 那这一次呢 有68个人来选择Line Bank好友快点卡 他的得票率有8.78 好像吧 人家北七 但没有关系 这87个人 不是 这68个人呢 真的是很用心的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心得 一直有在用Line 跟Line联名 可爱 雄大 可爱 Line 好朋友 对不对 这是很妙的 他的配色是简单的纯色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 简单 然后雄大的魅力无法打 所以你也有这张卡片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赶快上车开一户吧 开一户就可以拿到卡片了 然后人家也说很活泼很可爱 款式非常的多元 重点是什么 18%的活动 爽爽零 这个18%的平日跟假日活动 你都有这个认真的去解任务吗 周末的比较抢不到 但是平日的我都抢到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手速都不一样 也有人讲说 卡面实用简单漂亮 实用性非常的高 很值得推荐 这个是蛮好玩的 那也有人讲到说 不限通路刷卡都有3%的点数回馈 这个是大家都蛮知道的 这个Linebank的快点卡的回馈 也不错 那如果你有刷卡需求 这张卡片 这个户头开户之后 就可以入手卡片 把钱存进去这个银行账户里面 就可以开始刷卡了 所以它不是信用卡 你必须要把钱放进去 才能够进行刷卡 再来 我超喜欢Line的图案 总是疗愈我的心 所以可爱的图片 就是最疗愈人心 就是这样子 可爱清新 简单可爱不花俏 融入品牌的图案 真的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这个心得 那它还有一个特色 我中间这边有画起来 就是消费秒回馈点数 如果你有Linebank快点卡 而且你有在做消费的话 你一定可以马上体验到 信用卡的红利点数刷了之后 可能要到结账之后才会给你 但是呢 这张卡片是刷了之后 马上就可以入手点数 所以他们的这个计算机制 非常的快速 这也是其他信用卡公司 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大大的会提升 大家愿意拿这张卡片出来 消费的这个动力 我真的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这个很有趣 那有人讲到说回馈也好 不会太难抢 怎么可能现在就超难抢的 大家礼拜一的时候 礼拜一早上11点 抢这个快点吃午餐 大概在10分钟之内就没了 那如果你是在周末 抢这个快点过周末 大概也是在5分钟之内就没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真的都不好抢了 我希望他们从第二季开始 可以增加这个名额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去享受到这个卡片的权益 我觉得这样子比这个高额的回馈还要重要 就是大家一起同乐比较开心 底部的蓝色很美 期待出不一样的第二版 所以大家看到关键字了吗 其实这些卡通的图面 都有机会再翻成一个新的版本 有可能第三版 第四版 第五版 只要他们有预算 他们就可以请人去谈授权 或是卡片翻新 那卡片翻新之后呢 就会带起一些 本来没有什么兴趣的人 然后第二波就跟进 所以这个是可以提供给LINEBANK参考的一个行销策略 因为大家喜欢这样子 比如说可爱符合主题 可爱漂亮 无脑三怕 所以都是这张卡片的优惠 但是呢 你再往下看的话就是 大家都讲的都差不多啦 有一点比较特别 你可以看中间这边 因为自己也有办 而且在国外拿出来刷 店员呢会很惊讶说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卡片 这也是蛮妙的 就是这张卡片不分海内海外 直接拿去刷都有3%的点数回馈 不要忘记每个人每个月只能拿500点 刷超过16666元就没有回馈了 所以你要特别的去注意这个 回馈的上限 然后不要刷超过 刷超过就没了 所以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下面有人讲到说 感觉零距离有亲近感 也是跟不守朋友制造话题的工具 而且还可以顺便当推荐人 所以呢 如果你是出去跟人家约会 那你不知道聊什么 就拿你的卡片出来玩 人家就说 这什么怎么这么可爱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聊一聊 就说 好啦那我们加个LINE 我穿个连结给你 你来开户好了 然后他赚300你赚200 这样也不错 这也是蛮有趣的 这个你们就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看完了我们这个前五名的排名 总共是有六张卡片的 我不知道跟你想象中 你觉得最漂亮的卡片是不是有落差 好那现在呢 也要来做一个最后的揭晓 也就是所有的人的这个统计票数的总排名 然后我做了一个圆饼图 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来看看总排名 好这边的话 你可以简单的看到说 有被拉出来的数字 还有这个卡片名称 就是目前比较多人选择的 好你看中信英雄联盟卡 好其实有蛮多的 那像元大证券卡 然后还有你看LINE BANG也有 Richard全运会其实有一些人选 好也是蛮可爱的卡面 好上海银行 他有个爱想卡 这是千丈金融卡 好也都是有上上榜的部分 联邦银行除了M卡有上榜之外 信那个他的绿卡也有上榜 绿卡也是蛮漂亮的 好那邮政Visa金融卡 他有一支一个一卡通的 这个新的卡面也是蛮可爱的 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样子 好那还有什么呢 好上海银行有个爱想卡 有个结星女孩也是不错的 好元大证券联名卡 也有上上榜 然后远迎Banking梦想金融卡 也有百分之0.8这样子 那汇丰的汇专卡也有 也不少人 但是他没有上 没有上前五名 好就是有2.3%左右 大概要接近5%左右 才会有才会进前五名 这样子 中信库玩卡的新卡面 也是有人选择的 所以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哎某某卡集上K也有 某某卡有2.4%左右 所以这一次的投票 因为卡数大概五六十张左右 所以其实是 投票会蛮分散的 但是你也可以从 就是大家的喜欢的喜性 然后你也可以去推出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是 可爱的卡面 然后有一些比较特殊巧思的 比如说你的礼物晶片卡 或者是你的logo非常特别的 像Cube卡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 那也因此就是提供给 如果你是信用卡产品PM的话 你也可以去参考大家的意见 也许你可以在2022年去设计出 符合大家喜欢跟需求的面向的卡片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